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想要換工作的時候 就會變成了逃跑外勞 而且如同罪犯般的被警察追捕 導致大家可以看到這樣的慘案 所以我們今天來到行政院 其實就是希望這個新上任的賴神 面對這個重大的案件 面對這個跨部會重大的爭議 希望賴神可以出面協調兩個部會 應該要出來真正的面對真正的解決問題 提供來到台灣之前 必須借貸一筆龐大的這個仲介費用 差不多是14萬元 然後每天都必須付出這個龐大的利息 每天都在計算 不是說有個算月息或什麼的 是日息 然後呢 爸爸說到 他們來到台灣呢 等於就是要還債 必須把債還完呢 他們才可以開始真正的賺錢 那 他們每個月呢 都會被雇主強迫 這個扣這個存款 還有稅金 跟這個住宿散訴費的部分 那扣完之後呢 他們這個基本的工資呢 根本就所剩無幾 沒有辦法存錢 那在這樣的壓迫制度下面 移工被迫逃跑 這是一個台灣的工業 這是一個雇主跟政府 對於這個移工不公不義所造成的 他用一個紙箱裝了他所有的義務 就這樣 搬著這個紙箱來到台灣 想要去瞭解 為什麼他的兒子這樣子在台灣 那過程裡面呢 他被帶去見了不同的官署 包含 竹北分局分局長 越南辦事處 這些官署 其實對他來說 他一直不斷的講一件事 他非常希望見到開槍的遠景 因為這個開槍遠景 比他兒子 他兒子是27歲 開槍遠景是22歲 其實他非常想知道 一個這麼年輕的遠景 為什麼會這樣殺他的兒子 可是在過程裡面 他沒有辦法答到任何的答案 他只不斷被告知 你兒子是淘寶外勞 你兒子犯法 你出來爭取這個 不會有人支持你的 所以連今天 他要不要出現在計程會 其實他都非常的擔憂 他們有一些台灣友人 看得懂我們所有媒體的報導 我必須要說 我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覺得非常難受的 其實是 對著一個死的小孩的爸爸 我們台灣社會帶給他的是 罵他的兒子是逃跑外勞 罵他的兒子是偷車的人 可是他一看到我 他告訴我的是 我的兒子根本不會開車 他怎麼可能去偷車 我的兒子他是逃跑外勞 沒有錯 但是逃跑難道 以至於他死在台灣嗎 大家說到 逃跑的家庭呢 大部分都是有困難的 他才必須被迫逃跑 他不可能呢 在安置中心 乖乖的等到 他的這個逃跑被註銷 他才去工作 他們是每天都有 有這個養家活口 這個壓力在身上 他們每天都在擔心 自己的家人 到底會不會 因為自己沒有工作 而被餓死 然後第五點 爸爸說 他必須用他的陳情來聲明 希望台灣的這個政策呢 能夠被改變 希望台灣的總統跟領導人呢 能夠呢 開研究新的一個政策 希望讓台灣的外勞 能夠自由的轉換雇主 不要再因為仲介的一些壓迫 跟雇主的壓迫 導致這個一共沒有辦法正常工作 導致他必須逃跑 這個部分到底為什麼會造成逃跑 原因就在於勞動部在執法的時候 他讓通報太過容易 而且撤銷太過困難 以至於這些原本只是假逃跑 並非真的逃跑 是被謊報逃跑的這些勞工 被勞動部逼迫到 最後不得不變成真正的逃跑 這些都是所謂實務上移工 到底為什麼要逃跑 而剛剛Grace還講到一個重點 到底法理上逃跑這件事情 到底他到底犯了什麼樣的法 這就是剛剛Grace講的 逃跑實際上他只是違反行政法而已 簡單講就是我跟你簽了一個雇主 我跟你雇主簽一個民事契約 但是我工作做一做發現我沒辦法做下去了 所以我要離職 離職之後我跟雇主失聯 講簡單講明白了 他就是與雇主失聯而已 請問與雇主失聯到底他犯了什麼樣的重罪 需要讓警察這樣強力的追捕他 歧視他可能只會讓我們去討厭一個人 可是歧視的制度會殺人 歧視的制度會殺人 剛剛秀聯還有阿棟都已經提到了 今天移工之所以會逃跑 就是因為他不能自由轉換雇主 而這樣子的制度 其實我們很擔心這一次的事件會深化台灣社會民眾 因為他都沒有反抗能力 持續的歧視移工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甚至我們從新聞畫面也可以看到 這位移工基本上已經都沒有一個反抗能力 依靠在車上 遠景還持續的對他開槍 這大概是我們可以就現有的這個一些資料所了解的一個情況 但就這整體事件我們必須要提出幾個隱憂 首先事件一個禮拜以來 網路上有非常多的支持者都支持遠景來開這九槍 但我們必須要提醒這些支持者你到底是在支持什麼 這位陳遠景他在開槍前他有沒有先想一想 我是不是要先回報分局 我是不是要依規定先增援警力 然後來處理現場的事件 他有沒有想過在開槍之前有沒有其他的替代方式 使用規範的第八條也說 一旦警察使用槍械造成人員傷亡的話 他必須要組織一個調查小組 來調查這個使用槍械到底有沒有問題 以及調查相關的真相 可是上禮拜我們在警政署問這個代表出來說 你到底有沒有要內部調查 但警察說這件事情已經移交這個檢察官在調查了 他們沒有要調查 那我們必須要問 到底有沒有相關的警察人員違法失職 難道我們下一次記者會是要到對面的監察院去陳情嗎 我不曉得如果今天你的小孩被一個人打死 你還要去告訴打死那個人說 麻煩你幫我付寄判險讓我來到這邊去替我的兒子爭取公道 對於這樣的一個父親來說是多麼痛苦跟難堪的事情 但是警方對於這個案子目前的所有做法是 他沒有提出任何要跟家屬和解任何的方案 他只有提出一個東西是 我來付款讓這個傷障費可以有所解決 而這個家屬因為在他們的媽媽因為在越南 沒有辦法接受兒子就這樣死 幾乎就是不吃不喝 所以家屬想要趕快把這個事情處理 帶著阿菲的骨位回到越南 新上任的賴清德 針對越南移工被開九槍這個案子 要求警政署必須要立刻徹查 而且誠實地公布真相 此外我們希望院長念吉自己同樣是剛剛才轉換的工作 剛剛從市長變院長 而且他是自由的毫無性命憂慮的轉換的工作 警察在這樣的同時也能替全台灣六十萬的移工想一想 就業服務法五十三條移工不得自由轉換雇主這樣的奴隸條款 現在已經成為了攸關移工性命的生死的條約 警方給他們的說法是說 所有的資訊已經交到了地檢署在檢察官那邊 所以因為偵查不公開 他們沒有辦法給爸爸看到這些整個報案過程的這個 包含他說阿菲根本不會開車 他到現場到底是在偷車還是在幹嘛 但是根據阿菲的朋友的說法是 那個地方是阿菲本來就會去游泳跟釣魚的地方 所謂赤裸上身在那邊出現 有可能他只是去游泳 到底報案當時是說 有一個刑機可疑的人在那邊出沒 還是說有人在偷車 這個其實是家屬最存疑的一個問題 那但是呢如果說針裸不公開的話 為什麼媒體會拿到這些畫面呢 媒體現在我們看到的所有畫面 有出現阿菲蹲坐在車子旁邊 甚至爬到車上 這些畫面我認為是警方刻意流露出來 讓大家來報導的 如果他可以留出這樣的報導 他卻對家屬做針裸不公開 他只願意公開對他有利的畫面 卻不願意公開整個過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這是家屬不能接受的